据说趁隔壁小妹熟睡时 如果将她的手泡在温水中 她就会小便试镜出现尿床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真实 亚当和吉米决定进行尿床实验 首先他们制作了一个语音报警器 当尿液接触这种透明感应器时 上面的两个金属条就会被捣通 而报警器一旦检测到电流 就会发出语音提示 随后他们来到了睡眠实验室 这里有最先进的检测仪器 为了回味年少时尿床的感觉 这次两人决定为科学现身 吉米首当其冲开始了测试 而亚当则在外面监视她的睡眠状态 一旦吉米处于深度睡眠 亚当就会将她的手放入温水中 但由于吉米有任床的习惯 所以三个小时后还没有进入熟睡状态 此时亚当已经失去耐心悄悄溜进了房间 当他刚触碰吉米的手时 他竟瞬间就被惊醒了 显然吉米并不适合这样的实验 接下来轮到亚当上场了 在专家的帮助下他在头上贴好了电击 然后就关灯躺在了床上 并且很快就传来了呼噜声 然而等进入深度睡眠之后 他却将双手枕在了头下 吉米只能偷偷摸摸地将温水淋在亚当的手上 因为无法将手泡在水中 所以直到亚当醒来也没有尿床 而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最终他们在评论区挑响了点赞最高的粉丝参加实验 幸运的是 关灯没多久他就进入了熟睡状态 这时两人悄悄进入房间 并将他的手放入了温水中 可这次真的会出现尿床吗 当五分钟过去之后 报警器终于响了起来 流言似乎得到了证实 但经过仔细检查他们惊讶地发现 尽管床单上面到处都是水字 但这位粉丝的裤子并没有尿湿 因为有些水沿着手臂流到了床上 这才触发了警报器 所以水泡在温水中根本不会导致尿床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找隔壁邻居尝试一下 据说人类是无法实现360度当鞦韆的 因为当身体达到一定高度时 离心力就会小于人体的重力 从而导致鞦韆坠落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流言组制作了一个简易鞦韆 首先托瑞在地面铺设好了缓充电 以避免掉落的时候当场开袭 而凯莉和格兰则制作了一个环形刻度尺 实验时通过高速相机的配合 就能得到鞦韆摆动的高度和速度 凯莉首当其冲进行了测试 她凭借重心靠前的优势不断加速 但最终无法当过360度 因为当她摆到一定高度之后 铁链就开始松软 高速相机侧的她的最高速度达到了7.2米每秒 接下来上场的是托瑞 她使出最大力气想让自己当得更高 可铁链承受不住压力导致摔了个四脚朝天 如果不是地上的缓充电 估计今天都要去她家吃饭了 等他们重新加固铁链之后 格兰给自己换上了防护衣 并且在凯莉和托瑞的助攻下 她很快就实现了加速 但由于防护衣限制了格兰的动作 导致失去平衡停了下来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请来了体重更小的甲人男孩 并且将铁链的长度减小了一半 也许这样就更容易翻转过去 随后在四个猛男的帮助下 甲人很快就当过了最高点 但此时的铁链却开始出现松软 导致男孩直接掉了下来 看来一般人是很难把鞦韆当过360度的 下面托瑞制作了一个等比例的鞦韆模型 并且通过测试他们得到 鞦韆当过360度所需的最小速度为11米每秒 显然这个速度对于人来说非常恐怖 于是他们决定将模型的铁链换成纸杆 这样就能将所有作用力都转变成速度 而这次他们测得只要速度达到3米每秒 鞦韆就能顺利翻转过去 为了能在全尺寸纸杆鞦韆上进行真人实验 他们来到了马戏团训练中心 并且这里还能得到杂技大师的指点 几人做好热身运动后 格兰带上护具首先进行了测试 在大师手把手的带领下 鞦韆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当达到230度时 格兰表示自己要吐了 为避免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他选择了放弃挑战 紧接着凯莉也进行了尝试 虽然刚开始感觉良好 可很快他就大喊受不了 最终他的成绩也只达到了240度 此时托瑞成了他们全部的希望 可看似强壮有力的他却被击中了软肋 当鞦韆被荡到了280度时 托瑞就直接被吓到腿软 眼看他们如此艰难 大师决定亲自演示一下 在没有留言组拖后腿的情况下 大师很轻松就实现了翻转 可见直干鞦韆是能够荡过360度的 而为了让铁链鞦也达到同样的效果 于是他们决定使用物理外挂 通过给模型绑上窜天猴的实验 他们发现 当火箭喷射的角度为40度时 鞦韆就能完美翻转 接下来他们在假人中线上 绑定了火箭推进器 同时将角度调整为40度 随着火箭尾焰的喷射 鞦韆终于完美荡过了360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在家长陪同下进行 据说有个大聪明在躲避追杀时 闯进一家炸地店 走投无路下将手枪丢进了热油锅里 结果子弹受热走火 将歹徒变成了脆皮机 可烫嘴的滚油 真的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用粉丝的手枪进行油炸实验 首先他们用钢板搭建了一个油锅 而为了避免实验的时候 变成脆皮机 亚当制作了一个升降装置 这样就能以远程控制的方式 将手枪放进油锅中 之后吉米往里面倒满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也在油锅里放入了温度传感器 通过显示器就能显示热油的温度 等亚当将手枪上膛之后 吉米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然后所有人躲在掩体后面 随着加热时间越来越长 锅内的油温也越来越高 很快传感器显示已经达到了200摄氏度 而这刚好是做炸机的最佳油温 于是吉米关闭了火炉的开关 紧接着亚当拉下绳索 将手枪放进了油锅中 可这时手枪并没有发生走火 并且在几分钟后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但就在所有人对实验感到失望的时候 突然的一声枪想让锅里的滚油瞬间喷溅了出来 如果此时有个幸运刚好就在周围 估计只差一撮自然粉了 可见热油真的能让手枪走火 而为了找到激发子弹的最低油温 他们重新开始了测试 而不同的是这次手枪需要冷油下锅 让子弹连同油锅一同被加热 当油温达到170摄氏度时 手枪再次发生了走火 显然滚烫的热油是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 那么如果直接将子弹放进火堆中加热 又会不会向周围发射呢 下面吉米打造了一个遥控汽车 因为汽车前面的车斗能安全地将子弹丢进火堆 而亚当则制作了弹道测试棚 他将裁剪好的12块木板围绕在金属支架上 实验时火堆会放在中间 当火中的子弹被激发之后 就能在木板上留下弹痕 然后通过弹痕的情况就能判断子弹的杀伤力 接下来他们来到爆炸实验场 两人就地取材捡了一些干柴 并且在地上升起了火堆 为了避免实验时被激发的子弹乱枪打死 他们用防弹玻璃搭建了一个安全屋 下面亚当把粉丝提供的子弹倒入车斗中 而这其中包含了不同大小的口径 等工作人员将测试棚架设好之后 吉米开始启动遥控车靠近火堆 此时的温度高达上千度 那么子弹丢进去到底会不会被激发了 当小车倾倒后还没来得及撤退 子弹就如同鞭炮一样开始爆炸 等爆炸逐渐平息之后 两人顶着防弹玻璃上前查看 同时用水枪熄灭了火势 这时他们发现还有少量子弹没有被引爆 但从木板上的弹着点可以肯定的是 子弹爆炸所发射出来的仅仅是较轻的弹壳 虽然它并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从弹孔的深度可以知道 如果哪个幸运不幸被它击中 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如果我们陷入流沙中 就会被完全淹没 因为地下冒出的水会让沙粒处于漂浮状态 这样就会导致沙子无法承受人体的重量 可流沙真的会将我们吞噬掉吗 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亚当和吉尼首先来到了建材市场 并决定购买沙子回去进行实验 但哪种规格的沙粒才能形成流沙呢 吉尼猜测越细的沙子可能效果越好 于是他们选购了两种不同的沙子和粘桶 为了找出最适合形成流沙的沙子 他们在水桶的底部打上许多小孔 然后再套在另一个装有水管的桶内 实验时只要开启注水的开关 水流就能从小孔中冒出来 接下来他们在桶内装入普通的沙子 在没有注入水流的情况下 千块并没有下沉 之后吉尼启动了注水的开关 水流从沙子间渗出的同时 千块竟然慢慢陷了下去 这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流沙 为了让水流的分布更加均匀 吉尼重新制作了三个流沙装置 并且在底部钻了更多的小孔 同时还增加了比沙粒更细的过滤网 以防止沙子堵住进水口 随后他们将较粗的沙子倒进了桶中 当吉尼把脚伸进里面的时候 他发现很快就被吸了进去 并且很难再拔出来 接着他们又用更细的沙子进行了测试 而这次即使吉尼将桶都提了起来 他的脚也无法被抽出 很显然 沙子越细流沙效果就会越强 那粘土粉是不是能产生更大的吸力呢 但当它们充分混合后 粘土竟变成了你们小时候玩的泥巴 因为水分无法渗透到粘土的粒子间 找到适合做流沙的种位后 流盐组决定亲自体验流沙的威力 看流沙是否真的能将人完全吞噬 下面亚当找来了一个大型化粪池 并且将它从中间切成两半 然后他在池子的周围钻了一圈排水孔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位过高 而锦里则开始制作池底的过滤装置 以便水流能均匀渗透上面的沙子 接下来他们在池子下面放置了一个回收水池 然后把超大水泵连接在水池的底部 一切工作做好之后 在挖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九吨重的沙子全部灌入了化粪池 而在没有注水的情况下 沙子并没有任何危险 亚当甚至还躺在上面摆了个Pulse 这时锦里偷偷打开了水泵的开关 当水不断从沙子里渗出来的时候 亚当才感觉到了危险 很快沙子就如同液体一样开始流动 同时亚当的身体也在不断下沉 可当流沙要淹没他的胸口时 亚当却感觉自己漂浮了起来 即使吉米想崩暴丝绸拼命暗也无法沉下去 这是因为水在混合大量沙子之后 它的密度会比人体大很多 从而能使人漂浮起来 显然这样的流沙并不会将我们完全吞噬 并且只要借助外力就能轻松脱困 可一旦关闭注水的开关 亚当的身体就会因沙子的压力而无法动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更多是因为暴晒而脱水死亡